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外相宣布追加提供台湾100万剂AZ疫苗 中共建党会指旁地铁站悄悄改名 周边戒备加强 24秒事发影片曝光 迈阿密大楼崩塌 欲九十人失联 布林肯转抵法国访问 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宏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日本既这个月初捐赠台湾124万剂疫苗之后 日本外务大臣茂茂敏充 今天宣布了将追加100万剂AZ疫苗 援助台湾 目前预计在7月中旬前出货 25号日本外务大臣茂茂敏充宣布 将追加100万剂COVID-19AZ疫苗 援助台湾 目前预计在7月中旬前出货 第一弹的供与台湾 北斗南についても それぞれ約100万回分の追加供与 を行う予定であります おそらくその7月中旬前 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が 具体的については今後ですね こ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この月4日日本已經援助 124万剂AZ疫苗給台湾 之後美国也贈送台湾250万剂 莫德納疫苗解決燃眉之急 這之後立陶宛也在22号宣布 9月底前将捐助2万剂AZ疫苗 給台湾 新唐人亚太電視 張麒麟綜合報道 日本外务大臣茂茂敏充宣布呢 將追加提供100万剂的疫苗 給台湾 對此呢 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謝之外 也說日本這個舉動彰顯了 即時救援的人性光輝 印證台日身後友情堅定不移 而台湾駐日代表謝長廷呢 也在Facebook帖文表示了 這次日本捐贈台湾的100万剂疫苗呢 不是檢討而是確定的 不會變化代表处呢 會盡全力迅速辦理 好我们再帶您看得到 中華民國駐法国代表吴志忠 24號晚間帶來一項喜訊 法國外交部呢 正式公告 現在台灣人入境 法國不需要打武漢肺炎疫苗呢 也能在法國境內自由移動 另外呢 吴志忠日前也提到了 歐盟發布的可自由進入 歐盟國家名單中 台灣呢 是被分在綠區 刻意把台灣跟香港分開 那麼對此呢 吴志忠強調了 歐盟這個舉動呢 是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只是呢 沒有被承認 這是非常有趣的分法 而貼文呢 也引起大批網友留言 感謝大使分享這個好消息 好 全台大規模接種疫苗 但是幾乎呢 每個疫苗站都有殘疾的問題 報銷丟掉就覺得可惜 那麼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今天開始呢 開放18歲以上的民眾 預約後補接種最後一瓶疫苗的殘疾 全台各地陸續施打疫苗 但如果民眾預約 卻沒有到場 剩下的疫苗殘疾 就必須丟掉 為了避免浪費 指揮中心拍板 每天的最後一瓶殘疾 可開放 後補名單施打 第一個是先 針對有列類別的 這個優先優先 再來就是不限 那當然是要符合 可以接種的年齡 就是18歲以上的這個年紀 換句話說 只要滿18歲以上 就可以到醫療院所登記 但需要在同意書上註記 省於幾量的使用者 另外美國贈援台灣的 250萬劑莫德納疫苗 將在6月30號晚間 配送到各地政府 最快7月1號就能施打 同時也開放民眾預約 打第二劑疫苗 從7月1號開始 除了A例的第二劑以外 那我們也開放這個莫德納的第二劑 也可以做接種 陳宗彥表示 不論是自費公費 還是到國外打第一劑的民眾 只要施打疫苗滿10周 都符合打第二劑資格 對於媒體人 周一寇在節目爆料 周末還會有一批莫德納疫苗要來 陳宗彥僅表示 只要有疫苗到 就會跟大家說明 新唐人亞太電視 張如台灣台北報導 我來看到總統蔡英文 今天上午頒贈勳章 給即將離任的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林杰 表彰林杰任內 對台美關係的貢獻 林杰處長就任的時候 曾經提出四個增進的目標 包含增進台美安全合作 增進台美經濟與商業關係 增進台灣在全球社會的角色 以及增進台美人民的關係 我必須說在這兩年多的任期 林杰處長不只是成功地達成這四個增進 還讓台美關係突飛猛進 在這段時間的AIT主席 在這段時間 曾經是一場喜愛和一場喜愛 我相信這個獲得 這套獲章 代表現現實力的 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以及 能夠繼續增長和發展 甚至於我離開 我希望繼續 在我們共同努力 提供更加強化 這個重要的關係 我可能會離開台灣 但台灣不會離開我 總統辦進立英傑大受錦心勳章 肯定立英傑任內促進美台關係進展 那麼對立英傑的離任 蔡英文是表達不捨也邀請 立英傑夫婦隨時到台灣吃芒果冰 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也到場與會管理 另外在儀式開始前 蔡英文也對美國佛州大樓倒塌表達慰問 總統蔡英文今天上午以錄影的方式 為三軍六校院畢業典禮致詞 期許軍校畢業生們發揮熱誠 貢獻專業 並提到國際社會 正密切關注了台灣捍衛區域局勢和平穩定的戰力跟覺醒 接下來你們就是中華民國國軍的軍官和士官了 台灣受疫情影響 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都改成線上舉辦 中華民國國軍的三軍六校院也不例外 總統蔡英文特別以三軍統帥的身份錄製影片 期許軍校畢業生們發揮熱誠貢獻專業 提到國軍在現階段的重要任務 鼓舞國軍士氣 在共機不斷擾台挑釁的狀態下格外重要 中共在這個月15日 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擾台行動 共派出28架刺戰鬥機、轟炸機、反潛機及預警機 從台海中線以南空域 進入台灣南部防空識別區 國際社會也密切的關注 台灣到底能展現出多大的戰力和決心 來捍衛區域局勢的和平穩定 蔡英文表示 盼望他們在未來不論是在前線還是後方 都務必在崗位上 努力不懈 勃勃勃使命 今天以國軍為榮 國軍也會以你們為傲 也感謝畢業生家長讓孩子投身軍旅 成為壯大國軍的動力 新唐人愛電視正義好 黃立峰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今天帶您關心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今日證實呢 中方曾經在去年6月要求 從一個關鍵資料庫中 刪除幾百個新冠病毒基因定序 那麼這引發了對中共掩蓋 疫情起源的進一步質疑 華爾街日報周三披露 中方研究人員曾要求美方 刪除中共病毒基因資料 這個消息得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證實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聲明 中國研究人員在2020年3月 向該研究院提交病毒基因序列 但在6月份又要求刪除 理由是相關資料已經更新 希望刪除旧資料以免造成混淆 因為提交的研究人員握有資料的所有權 國家衛生研究院已經依照要求刪除 如果說序列核實的過程中發現錯誤 它可以更正一下序列 然後再發表 這個奇怪在哪呢 這些序列被刪除 它的論文作者 它並沒有報告任何的原因 美國病毒學家布魯姆 在最新發表的論文中說 被刪除的資料包括2020年1月至2月 從中國武漢的中共肺炎患者的病毒樣本中 提取的病毒序列 刪除的數據部分還可以在一份小型期刊 發表的論文中找到 布魯姆進一步研究發現 被刪除的序列與蝙蝠冠狀病毒的相似度 要比華南海鮮市場的病毒高 這說明病毒在華南海鮮市場爆發前 已經在其他地方傳播了一段時間 被刪除的這些病毒序列呢 似乎是來自於更早期的感染者 好比是爺爺北的 這個就對這個病毒的溯源 其實也是有意義的 目前國際上包括美國政府以及主流醫學界 都將對病毒起源調查聚焦在兩大假設 一是病毒從動物身上自然傳染給人類 二是病毒是從實驗室泄漏 不過科學家們面臨的一大挑戰是 缺乏原始數據 尤其是武漢早期病例的數據 《華爾街日報》認為 中方刪除早期基因序列 使科學家可能無法獲得關鍵信息 同時讓人們對中共在病毒溯源方面的透明度 產生懷疑 很多測序的序列是在中國自己本身的金庫上面的 那一邊刪除的數據就更難找回來了 當然對於國際上對於疫情溯源來說 會增加了相當大的難度 新唐人記者金時採訪報導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 批評中共利用戰狼外交隱瞞疫情 那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立刻是在推特甩鍋 不過趙立堅卻被嘲諷是胡說八道 連地理都不懂 那麼加拉格爾還拿出了亞洲地圖 幫趙立堅補課指出了 台灣跟共產中國的不同 中國的民族 中國的民族 优优优独播剧场—— 台湾, a democracy, flourishing China produc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aiwan produces semiconductors is that their own citizens the citizens trapped under the boo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n't have access to those same platforms because of course their government denies them access it is their government out of fear of their own citizens' knowledge that has denied them bas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so the next time we go on Twitter and we say crazy things at least get the basic geography right 好,中立間23號推文甩鍋呢 要加拉格爾不妨去離威斯康星 只有一個小時車程的德特里克堡呢 了解一下 為何電子煙肺病爆發時研究被終止 不過事實是兩者地點相距呢 至少有14個小時的車程 好,中共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在6月23號的例行記者會上呢 被問到了中共系統性掩蓋疫情 那麼他回答的時候 一度說出了跟各國分享反共經驗 那麼成為中共七一前的好玩 中方始終本著開放透明的態度 毫無保留地與各國分享防控診療經驗 一個震撼驚悚的大號外口 小兆當時沒假裝順勢晕倒在翻池講台上吧 那回去怎麼解釋這個 更大可能是什麼呀 好影片據說呢 在中共的新華網被清除了 不過片段已經備份廣傳 而Google兩個關鍵字 趙立堅加上反共呢 可以搜索到不少討論 消息呢被當作好玩引發嘲諷了 而在中共七一建黨百年前 卸和習近平高喊所謂永不叛黨之後 是大為諷刺 好 美國佛州麦阿密公寓倒塌 畫面曝光 佛州州長呢 發布了緊急狀態 搜救超過90人 六晚要帶您看到了 香港藝人呢 無懼稱香港新聞自由 更多內容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散後水果卻來不及消化 台灣酵素村特選上百種蔬果食材 助消化 古味長 甜甜喝 甜甜有效 台灣酵素村 紅樓夢裡的人物生病了吃什麼 紅樓夢又一爭 國土湯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瓣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施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财传匠师音品台湾味 木箱茶道 T&Wood Sharing Taiwan'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欢迎回来美国佛舟一栋12层楼高的公寓大厦 在24号凌晨无预警部分坍塌 现场满目疮痍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十多人受伤 而目前大规模搜救行动 仍在进行中 倒塌事故发生在美国迈阿密海滩以北的瑟夫塞德市 一栋林海的12层公寓 突然在24号凌晨 发生部分倒塌 消防队队员仍在瓦砾中抢救遇难者 截至当日下午三点 有一人罹难死亡 99人下落不明 佛舟州长德桑蒂斯 发布紧急状态声明 将所有必要资源转移至灾难现场 包括执法人员和其他应急人力 对受到灾难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表示 联邦应急管理局可随时提供援助 据迈阿密新区报报道 倒塌的大楼建于1981年 共12层楼136户 这次倒塌影响了大约55户 目前下落不明的包括3名乌拉圭人 9名阿根廷人 6名巴拉圭人 其中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姐妹苏菲亚 一家人也在失联名单上 不过大厦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新唐人亚的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香港 香港苹果日报遭国安法打压 被迫关门停刊 那么一项力挺香港民主社会运动的 港新黄耀明 在Facebook发文感谢苹果日报 在香港最黑暗最荒谬的时代 仍敢于说真话 而港新核运师也在Facebook贴出了 手拿苹果日报最终看的照片 写下了会再见的 而港新杜文泽则是忧心 苹果员工的升级问题 在Facebook宣布 将聘香港苹果日报的员工呢 在7月开发新节目 好香港七游行呢 是香港民众表达各种民主诉求的大型活动 那么十多年来 民间人权阵线呢 举办七大游行 数以万计的港人 踊跃参与 不过呢 由于民阵多位主要干部人员呢 是被拘捕跟监禁 加上民阵被警方 只涉嫌违反的社团条例 民阵表示了 不会申请举办今年的七大游行 那么这是民阵连续两年呢 没有办法举办七游行 而香港三个民间团体 包括天水连线 守护大雨联盟 跟社民连表示了 今天呢 将向警方申请举办七游行 承接民阵17年来的传统 而今年的游行主题是 坚守民间社会 抵抗政治打压 释放所有政治犯 中共以港版国安法 迫使香港苹果日报 习登之际呢 香港记者协会 日前举行的主席改选 由立场新闻记者 上届的记协副主席 陈朗生接棒 面对香港新闻环境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朗生表示了 他会继续坚守发声管道 争取采访权利 陈朗生指出 一传媒是上市公司 苹果日报被拘捕的成员 还未遭定罪 就被冻结公司资金 以致不能营运 这发生在一个人均GDP 堪比欧洲一线城市的香港 令人难以置信 更让新闻工作者 乃至一般民众 感到忧虑与恐惧 即使眼下香港新闻自由 饱受威胁与打压 借鞋仍会尽力守住价值 其实大家见到 我们今个執委会 还不是水多的副主席 其实是很多行家 就算做執委 都觉得做住執委先 都怕做一些 比较风暗的位置 会很风暗 我自己都愿意的 当然 有没有担心 那样东西 你问我都是 那句说话 尽管大环境风雨飘摇 陈朗生呼吁社会 不要对此习以为常 香港人需要新闻 需要记者 更需要真相 此刻正式则无旁贷 站在前方 他也感谢其他职委 愿意一起担当寄协工作 继续坚守发声渠道 金塔人记者梁珍张鹏 香港报道 加州州务新办公室表示 过去几周 在联署要求罢免州长 纽森的170万加州选民中 仅有43人撤回签名 剩余的签名数量 人超过罢免选举要求的门槛 罢免案可依序进行 代表这个加州史上 第二次州长罢免选举 已正式成立 一位美国知名流感病毒专家发现 因中方研究人员要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已从一个关键科学数据库中 删除了早期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 该消息已得到该机构的证实 西班牙一名监狱官员表示 新年75岁的防毒转体 Macbee创办员麦克菲 23日被人发现 城市在监狱牢房 麦克菲被控隐瞒收入和资产 遭美国通缉 不久前 法院才批准将他引渡至美国受审 若遭定罪 恐面临最高30年徒刑 长中海运承租货轮长次轮 三月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虽卡船事件已落幕 但后续长次轮遭爱奇法院扣押 并被要求巨额赔偿金 外面披露 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 虽然金额尚未公开 但据了解 最终确认的金额约2亿美元 比爱奇邦最初要求的9亿美元 降了不少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好 台湾三级警戒延长 那么最新的经济预测公布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带您了解 坚持做到最好 台湾酵素村 促进体内环保 甜甜喝 甜甜有效 日出综合蔬果发酵液 台湾酵素村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夯伯精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博精体厨艺捡 力尾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技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力尾奈米 欢迎回来台湾经济研究院 今天公布了 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调查 制造业 服务业跟营机业 是同步的下滑 那么台经院院长张千怡表示了 出口景气看起来没问题 不过内需受到疫情三级警戒延长 餐饮业衰退不排除超过三成 不过由于贸易带动投资 因此对台湾经济成长率 仍维持预估的5.03% 行政院会通过了纾困4.0经济方案 扩大纾困范围 包含新增打工组 以及有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 也加码劳工纾困贷款名额 另外为了减期民众付贷宣布将取消6月的下月点价 行政院推出纾困4.0经济方案 新增纾困打工组 投保集聚在23,100元以下的部分工时 收购劳工 发放1万元生活补贴 预估纾困人数达到41万人 民众申请踊跃的劳工纾困贷款 原本预计50万名额 但目前收件数已经高达117万件 行政院表示 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够获得纾困贷款 在院长的指示之下说 好没有关系 这个117万件 只要是符合资格 我们全部可以核贷 等等一些情况 就不要受到这个50万的名额上的一些限制 在这117万的范围内来做审查 审查合格的 通过条件的 就给予这个贷款 所以现在的做法 原则上不会再开放 为了帮助新创企业度过疫情难关 国发会也启动新创纾困加码方案 包括利率补贴 信用保证陈数加码 净保手续费 全额补贴 出估至少3000家新创业者渴望受贿 新创研发阶段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营收可以衰退 或者他的营收虽然有衰退 但是并没有达到经济不规定的15%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要是经过我们认定有创新能力的新创企业 利用我们这个加码方案 仍然去申请银行的贷款 我们会提供相同的一些诱因给银行 纾困4.0经济方案 扩大补助小客车出营业的防疫物资经费 1000家演艺团体纾困贷款 2.7万名拥有居留身份的外国人 纳入纾困申请对象 也放宽补助标准 对自营业者或是无一定雇主的劳工 放宽所得认定基准 民众在困难中 总是还有许多不能满意 纾困4.0的精进 包括补助人数的加码 费用的加码 补助行业的加码 新增项目 个人补助的新增 布局补贴也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证员宣布住宅用户 6月不实施 下月定价约有1000万户社会 根据行政院统计 纾困4.0精进方案 受贿人数将从730万人 增加为820万人 电价减收 土地租金减免 竟然被减征的受贿户数 则为1095万户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云棠 张远亭 台湾特别报导 好 接下来您看到 今天6月25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